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敬哥哥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 别在叫我敬哥哥 敬哥哥 感谢刘洋有长近代的表演 刘洋好像长胖了 真是 是不是 刘洋好像胖了 我也想说 真棒了 还是说是这个发型的问题 50号 啊 两位太棒了 真的 其实这次的主题是月无界超待感 先说说两位 你们自己对于主题的理解吧 好吧 来 我觉得这个主题可能就是要 可能对于对比我上次舞台 可能要更加的突破一点 因为我很早之前是有玩过重型 然后这次是把一些金属盒的元素 然后还有Techno的元素 包括我一直在用的 就融合在里面的 然后就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尝试 那这次的话呢 我也要问一下刘洋了 之前有跟两位不同的歌手有合作 那跟小悠合作 感觉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因为也是我第一次跟男生合作 然后 然后敬哥哥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 别在叫我敬哥哥 静哥哥 对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 就是他可以发现很多细节 然后包括我每天晚上给他丢DEMO的时候 不管是多晚 凌晨四点还是五点 他都会恢复 跟我一样睡得很晚 然后我们就会比较高效 就在一天之内把这个歌就搞定了 那个时候是睡醒吗 睡醒 睡醒 睡 没有了 就是我是那种有强迫症 我只要有消息我一定会看 然后一看呢 是DEMO 听了又有想法 然后你怎么睡得着 我觉得以后音乐制作都按这个程度卷起来 好不好 我们不会 我们喜欢早点 稍微早一点 我们比较健康 比较健康 对 好的 好的 那么 接下时间刘洋请你先上前一步 那在公布结果之前 我们来听一下超感性推官Armin他的意见 因为我没有听到这首歌的讯息 所以我已经失败了 所以我只会给600点 600点 600点亮 没配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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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都听不了这个独立音乐 对 对 对 他们都是大主流 我在我主观的判断上面 其实我是不认同的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你写歌就是要为了表达意思 对 我只是想写歌 只是单纯它是一首歌而已 没有必要把每首歌都赋予固定的情趣 我觉得很无聊 优优独播其他 叫得飞 对 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